其實大家關心的是 我們立法院裡面 有一些衝突的狀況 漁波蕩漾 這個昨天邱毅營 被大家封為鐵扇公主 用這個扇子去打羅志強 這個角度拍得很清楚 就真的朝他的臉 就這樣趴下去了 但羅志強還好他有克制住 但是有一個人看不下去了 徐曉星上前 狠爪 鐵扇公主對上了這個 紅孩兒 紅孩兒 抓得多深 後來邱毅營說他的衣服破了 但我不知道是真的破 還是說什麼狀況破的 有一個格鬥教練很有名 你知道金剛刀 他就分析說這個徐曉星有練過 他這個有抓筋法 因為我知道徐曉星有練健身 所以你不要看他小個子 他的力氣非常大 他說這個抓筋法 就是柔術道的其中一種 準備要把人家摔出去 可是沒辦法 他準備要摔的時候就被制止了 他覺得有點可惜 這個比賽被沒收 抓筋法直接看一下 動作從這邊抓筋 然後準備摔過來 這個等於說大外哥就摔過去了 過肩摔 摔過去 差一點點 不然就可以看到徐曉星 把這個邱毅營 這個過肩摔 摔過去 不知道能不能摔 陳廷飛也有指控說 他們衝到議場裡面的時候 因為後來徐曉星 有直播講一段話 他說陳廷飛故意要弄倒他 所以他就先發智人 所以就讓陳廷飛倒下去 現在大家就仔細看當天的畫面 那個陳廷飛認為是 是徐曉星先踹他 害他跌倒 後來又按著他 不讓他起身 但我們來看畫面 徐曉星的說法又不一樣 徐曉星認為說沒有 那時候是你自己都被弄倒了 是陣陣前先弄倒你 所以你就跌倒 他在後面跌在他身上 所以他是想辦法要爬起來 最後陳廷飛脫身的時候 還踹了他一腳 他覺得真相是這樣子 不過有很多人說畫面 更吸睛的是黃國昌 黃國昌跟萬美你在旁邊 就有用避凍的方式保護他 大家看了就不撒撒 到底真相是什麼 來請教玉峰 好 其實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鐵扇公主那個巴掌 那個森水培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傷害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你說這個動作真的合適嗎 你說真的打起來的話 那就是你來我往 你去打人家巴掌 你去打人家巴掌 你說羅志強他能怎樣 他是南委員 他能夠回首嗎 他肯定不能回首 回首就完了 對 就是不能回首 所以其實邱穎 以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 不要忘了 我們在法務部跑新聞的時候 是看過他 一腳把部長怎麼踹爆 用米南語講說 你是沒有被打過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 如果你要對決 那就對決 你用這種森水培 然後你又挑一個男委員 那以後在立法院 男立委被女立委打的時候 就只能挨打了 就只能吞 這個就沒辦法 羅志強準備了神奇寶貝 今天就是洗草心 對 所以我覺得他 但我不知道他個子那麼小 抓力這麼猛 他應該真的是有練過 他是有講說他有練健身 對 其實因為抓精這個方式 其實他主要是柔道 而且我昨天看到他一抓 邱穎真的有踹到 往後抖抖抖抖了一下這樣 他抓到的時候 其實他的重心就已經失去了 所以如果場邊的裁判 沒有沒收比賽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大力金剛腿 就是邱穎直接踹破 你看人家民進黨的男立委 就沒有在怕說你是女生 就直接揭露 有時候你就是要看那個 我覺得羅志強不好意思吧 可是民進黨的男立委 就好意思 你看他直接插手過來了 有些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當你敢你就敢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就不敢吧 正常人都不敢 對 如果說沒有沒收比賽的話 其實徐曉星跟邱穎 一個大力金剛腿 一個過箭摔 其實應該會滿精采的 後面的陳廷飛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要到大院去 你今天就是要來戰鬥的 你奔跑中的跌倒 有需要拿出來說嘴嗎 你今天就是要來戰鬥的 你戰鬥這種小插曲 有需要說嘴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不適合的話 你就不要參與 如果你現在參與的話 我是覺得說你這個東西來說 你看的感覺 到底是誰的問題大 其實他就是一個動態式的 一個跌倒 滾來滾去 就大家不小心跌倒 對 那到底有沒有誰說 起身之後拖身之後 去踹對方或打對方 我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我覺得那個東西來講的話 可是因為他們現在互咬的重點 就是這個 是看誰動手了 那畫面就是誰立飛起來 不然他會送 那這東西 平安民的感覺 其實以前有過判例 就是說之前在前瞻 還有一些這種所謂的反萊豬 他們有一些肢體的衝突 後來告上法院 後來那個北檢 他直接用一個叫做 立委的言論免責權 他說這是屬於他們表達 表意的延伸 所以最後全部都不起訴 這麼免責 因為我必須說 因為以這種你也看不出 明顯責任在誰身上 你看這畫面 他們就是在搶位子 這個叫意識攻防的卡位 那你要說今天誰是惡意 蓄意去攻擊嗎 看起來也看不出來 上次不起訴的那個 還是勒對方脖子 這麼明顯 對 最後是不起訴 可是我覺得網友 網友用這個影片的時候 還對用上什麼 你不用去非洲 不用去Safari看動物大掀起 我們的立法院就有動物大掀起 人家這個是 他們自己自比是四行倉庫 這比較像那個搶頭箱的畫面 對 搶頭箱 但也有人講說 他們是四行倉庫 要運送國旗送進去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現在開始討論說 好啦 我現在立法院表決沒有成功 那我開始來罷免 所以在這個青島東路外面 這些青鳥行動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開始要做一個看板 說最想要罷免的國民黨立委 那其中你可以看到 馬文軍幾乎已經變成馬賽克了 這個被貼得一塌糊塗 徐曉星也是另外一個馬賽克 像是林沛祥 黃建豪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就沒有被貼很多 就有人開始就貼 看你要選哪一個 還有包括這個 最想要開除黨籍的 黃國昌已經被貼到不成人形了 就完全看不出是黃國昌這樣 那也有人特別針對羅廷偉 台中市的立委 他說太英勇 太搶眼了 你這個到底是捧他還是殺他 我也是搞不懂 意思是他很厲害 還有選曲捷過的考量 最小票選罷免第一個 當然是徐曉星 第二個王鴻威 第三個葉元支 還有包括新黨藍影的裡面 也有人開始想說 我民進黨我也有好幾個人 很想罷免 而且看起來很容易的 像吳思堯 那時候是新黨跟國民黨分裂 所以讓吳思堯險 那如果我現在罷免你 我要跟你對決的話 我整合起來 其實是可以很容易就罷免你 他另外一個算法是說 第一名跟第二名 得票的差距越小的 越容易罷成功 但是這個可能有一點小bug 因為有些是藍白河 當初撒卡都的 搞不好那種更容易 所以他這樣推算出來 是張宏 李柏毅 吳其敏 蔡其昌 黃秀芳 剛剛本來覺得第一名的吳思堯 反而排到第18 那庫林也有講說 順便謝國良 現在如火如荼正在進行 先罷免掉謝國良解氣 接下來就可以成功罷免 葉原資許曉欣 不過特別講一下 因為他們二月才剛上任 你要罷免開始動 也要等到明年之後 才可以開始第一階段的連署 現在拆糧行動 已經集資到七百多萬了 請教陽明 這個罷免有可能嗎 都沒有不可能 比如說像前一段時間 許曉欣他整整被打了一個月 如果今天是明年二月 他再打他一個月 你說那個罷免的氣氛 會不會起來 同樣謝國良 但他的選區欄會大於綠 大於欄嗎 你看基隆 謝國良得票很高 一樣 現在他變成縣市長排名的 最後一名了 你說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罷免的這個 已經到第二階段了 這個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應該都不難 但是最後投票說 如果他也動員的話 能不能過 當然我關鍵在於說 他們這個叫遍地開花 所以我延續前面講的 他把人動員到這邊 你注意看昨天 他們不是只有在台北集結 很多縣市都有 對 很多縣市 新竹什麼的 其實台中南投還打起來 其實這兩張表格 他就是說綠營有 其實整理一張藍尾 可以罷免名單 藍尹也有整理一張 綠尾可以罷免的名單 其實他們都搞錯方向 你該找的是什麼 是得票率不到五成 而且越低 越低的 越有可能被罷免 像賴清德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舉張鴻露 張鴻露他的得票率 是將近五成 得票率很高 對 他的得票率 可是你去看裡面 有一個叫吳佩毅 吳佩毅39.8億 他因為薩喀都 他的得票率不到四成 對 沒錯 就是薩喀都 就是在野陣營分裂的 比如說像吳思遙 比如說像中正萬華 宜蘭是41.99 沒錯 就是要他們得票不夠高 所以他的對面的力量 是大於你的力量的時候 罷免的成功機率才會高 這也是為什麼你說像高鴻安 為什麼被點名要罷免 因為他也是薩喀都 我問一個問題 那賴清德呢 賴清德不能罷免 因為他也40% 總統不能被罷免 不能被罷免 一般民眾沒有辦法罷免 要立法院才能發動 總統要由立法院發動 觀眾高興了30秒 這個罷免的活動 我必須講 其實這個叫冤冤相報 今天只要有人啟動 後續就是復仇 這個火就燒不完了 所以像比如說徐曉晶今天說 你罷我一個我就罷你五個 你罷我五個我就罷你十個 就是兩邊都會動員 那這個仇恨動員不見得都會成功 但是這個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會我兩邊非常對立 非常對立 可是選民有些人可能想要 就是他想要看到血流成河 會有這樣的氣氛 那我相信有一些政治人 也希望達到這個目標 為什麼 其實你從這個今年2月1號 因為國會是所謂的在野黨多數 你就看到很多這個 所謂執政黨的支持者 其實看到國會 比如說韓國瑜當選院長 比如說每次表決 綠委都輸他們心裡面是 可是我只要再贏回六席 我就過半了 我就重溫過去8年一黨獨大 但他們有可能掉六席 如果他們把這六席打回來 他們那種心情就是 我要把這六席打回來 如果打回來 現在國會的這些聽證調查 是我把謝耀州 傳到我們的國會去聽證調查 那個意見就不一樣了 好 來拚看看 明年大家拚看看 看是誰掉誰掉誰的多 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到王毅川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昨天他的原文 大家仔細聽清楚 他現在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他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單純的名嘴 他在友台節目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這個有些小草 就是在青島東路辦這個 在這個北平東路辦活動 有些是小草 有些是太陽花的 佔了立法院旁邊青鳥行動的六成 他說我們用手機去看他們的年齡 差不多有六成是幾歲幾歲 其實他有點講錯 其中還有一句話很關鍵的 就是說他們還比對出不同場次 就是在北平東路的活動 跟在青島東路活動 這些都不一樣 從手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年齡 還有包括他們的樣貌不一樣 大家就很驚訝 你的手機怎麼有辦法 插得出人家的樣態 兩批的人不一樣 年齡 這些你也都很清楚 內政部長就被問到了 這個你們給他的資料嗎 內政部長說 我不知道王毅穿著資料怎麼來的 你們要去問他 股安局長蔡明彥說 這應該是市場 意思是說是坊間 分析出來跟電系業者 結合的大數據分析 這個我們跟股安局 沒有特別的評論 他也不是很清楚 那吳征是民進黨發言人 今天王毅穿一整天 大家協詢他 找不到王毅穿 王毅穿你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問人一整天 是吳征幫他解釋 他說王毅穿其實不是 根據手機的訊號 他是看了綜合現場的觀察 網路資訊 問卷調查 還有媒體分析評論 判斷524 519 這兩場活動樣貌不一樣 他舉一個例子 很多人的分析 因為王毅穿自己講錯了 他不是517 是519 他說519的輪廓 年齡層比較低 男性比較多 所以依此判斷 兩票人是不一樣的 但這個邏輯很慘 我一邊人多一點 少一點 男生多一點 少一點 跟是不是同一批人 完全是兩回事 你這個解釋根本 就沒有解釋到 最關鍵大家會覺得說 你不能去識別化 你不能掌握這些人的個資 那你如何判斷 這兩票人不一樣 你那不就知道誰是誰了嗎 而且你們還貼一個標籤 這些人去的都是小草 然後還有包括 這個台大兒童醫院的院長 已經連續好多天發文 因為現場真的非常離譜 你自己看這個畫面 他們在外面表達訴求 也就算開電影趴 懂的 懂之 懂之 為什麼沒有播放 這個懂吃的音樂 因為他是那個罵髒話的 全部在罵髒話 三字經 國罵這樣 還有現場有跳舞 旋簪跳約 酒令的歌詞 就給他跳起來 還有包括音樂會 搖滾音樂什麼 各種音樂通通都有 而且電影大得不得了 而且到很晚 不可思議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 會在醫院旁邊 辦這種電影趴 所以那個院長已經講 或者說拜託 注意你下的音量 然後他們的醫護 在臉書都被出征 然後你越講他越High 甚至已經出現牛排 綠豆湯 還有脆皮燒肉 紅酒 燉牛肉 這都還有明火 有人說變成是青鳥Buffet 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講 昨天那個場面 昨天那場面 其實我也經過那裡 因為我要去其他地方去上通告 然後很多人就在很熱弱的問我 我也是認出我來 結果不是 問我要去哪裡拿吃的 真假的 對 我說我也不知道 那有什麼嗎 到底要表達素巧 還是他們很想吃東西 我覺得因為 可能那個時段 已經接近晚餐時段了 他們其實年輕人 他們就是在line上面 互相揪 你那個時候知道有牛排嗎 我不知道 你現在有後悔嗎 有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我問他說 你們為了這個 你們是要吃什麼 他說有那個運動能量贏 我說打籃球那個 那一包也不便宜 但是還好啦 但是你看這是煎烤牛肉 還有脆皮豬肉 烤牛肉這個就過分了 烤牛肉這個就過分了 反正那就是一個歡樂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他們可以 集會活動用明火要申請嗎 沒有 沒問題 不用申請 其實昨天看那個狀況 為什麼他們可以玩得這麼開心 如果是台北市 現在有個警察局長 硬一點的 你這個跟你申請集會的目的 有符合嗎 他一樣 有符合嗎 讓他們感動嗎 現在講萬安要找的那一個 我覺得他就敢 你就說他 方養鈴 會不會把你部隊前進 把你剷除掉 可是聽說他對方沒有 很想要 對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昨天那個場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旁邊就是台大醫院 那回頭來講 王毅川的事情 大家都不用討論 你有任何的疑慮 你就再把他那段影片 他播放 他在節目上影片 你再看一次 你就知道他說的是真心話 他看到的東西 肯定是你我看不到的 就是一個非常機密不能講的 一定就是 他講的那個說法就是 他只是不小心 所以他真的是監控嗎 我覺得一定就是有資料回來 那些資料一定不是一般的 那種商業的 那就是我們認知的政治真房 政治機密資料 他不小心大嘴巴講出來 我覺得很有可能 他看到的東西 跟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可以真的用 這個國會聽證調查權 把中華電信遠傳 邰哥大叫來問 一定相當精彩 吳徵解釋的非常矛盾很多 這個亞銘怎麼看 來 我給大家看 這個關鍵是在這一段話 關鍵是王毅川的這一段話 他說 我們這個什麼517 什麼小草 我們也有比對 我們也有去比對 這就是這一句 請問 比對 對 什麼叫比對 而且他說是我們 不是市場分析公司 我們就是民進黨 不是 府院黨 大家要選一個 他是黨工 應該是黨 民進黨 對啊 這個比對 你的資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是奉勸 我們的益川天兵 趕快把完整的報告公布 你如果說是 一般民間的市場行銷 分析這種資料 你就把報告公布完 你說這是哪一家公司 他們做的 跟我無關 我沒有收集 搞不好人家拿得出來 對 你就拿出來 我今天我就在網路上說 我說只要你拿出來 我就送100份雞排 真的喔 只要王一川把519 王一川趕快拿出來 吃雞排 519 524 兩份 你也加 一份送給王一川是不是 只要這兩天的報告拿出來 我就當場發 我就馬上約時間 我們就來公開發 100份雞排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確定 這個是民間的報告 你就拖著 你就沒有責任 這個是民間自己做的 等一下 萬一他這個資料裡面有我的 讓我權益受署 我們可不可以告他 我跟大家講 關鍵不是在於說 有沒有什麼年齡分析什麼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重點是什麼 請問 如果今天是市場分析報告 我為什麼要去針對 519民眾黨的集會遊行 去做分析 針對性 這是重點 到底哪個單位 覺得這有商業價值 你要拿出來 一般 你要拿出來 一般市場分析行銷 應該是分析 台北車站周邊商圈 或是什麼 寧夏夜市商圈人流 去分析他的年齡層 從哪裡來 這個才有意義 對 我怎麼會去研究 民眾黨519集會的成員分析 而且居然在執政黨的 黨工的資料 說出來 執政黨擁有在野黨的集會的 民眾的輪廓 這不是政治增防 什麼叫政治增防 這個才嚴重 這個才是 現在民進黨該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昨天 那未來會邀請他 到立法院講清楚嗎 這個有機會的 我說未來在野黨 尤其民眾黨現在是當事人 他是當事政黨 他有 他可以到時候就是 又成立一個這樣的調查 叫做 集會遊行 遭監控的真相調查小組 我都幫他們把名稱想好了 好 來 如果你是他 你有沒有給他建議 乾脆怎麼解決比較快 第一個就是今天那個 因為黃國昌也在司法委會告發 現在這個北檢也把他列 他自然來偵辦 還有一個就是 針對侵害個資 我跟你講所有的手機定位資訊 都是個資 你這個所有的民眾黨 只要有參加519的 都可以向民進黨提告 因為是王毅川說他看過的 你問說你這個個資哪裡來的 統統都去提告 集體我覺得民眾黨 可以辦一個集體訴訟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後續如果這個民進黨 他們就裝死 王毅川就這樣結束了 我只能說 就真的要靠立法院 或是司法這些機關 才能夠查出真相 但幸好我們的聽證調查權通過了 太棒了 好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個幫我很大 我一開始主持國民的時候 真的很累 每天都很累 那時候有一陣子 胖到整個臉是腫的 忙完之後 回家真的是就沒有體力 就只想吃 因為覺得我要放鬆一下這樣 但是我吃了剛剛好之後 就覺得 比較有體力 有餘力啦 就可以去運動 然後加上飲食上的這個控制 後來就瘦下來 小孩子上班 上課 老公上班 或者是 太太自己也在工作 照顧小孩啊 需要 長一點的 維持你的體力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會不會 好玩 好玩 感谢观看